必要网页档可搜寻善书图书馆 然后站内搜寻可按Ctrl键加F键 然后输入出示必要 然后按Enter键 Top 首页 善书目录 善书影片 善歌 道之宗旨 联络我们 查询善书 简体 出示必要 前言 出示者 修真悟道之人所共悉 然出示之路何从也 当今世人尚在茫然 经偶遇 出示必要 一书内容尽属返本规家之导路 采取印刷 已被修道之上 是作为暗图明灯 此书之义三教同宗 万书一本 其说不依 出源无义 为经修道善性 以此书作出示资料 竖乎摩所差谬已 仅以此为引证前言 明因果第一 上而天界 下而地界 中而人界 为神 为先 为人 为鬼 为畜生 皆在因果之中 盖 盖神仙是不媚因果者也 人而落于因果 颠倒变化而不知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是果 今生作者是 前是之因 今生之果也 今生之因 又出来是之果 因果不了 生死也不了 六道轮回 畜生四道 胎 卵 施 化 人有二道 富贵 贫贱 今生负贵 是前是基得行善之因 好因结好果 今生贫贱 是前是作孽造罪之因 坏因结坏果 生生死死 有本万年不自 十殿严罗王掌管 什么因结什么果 他替你算得公公道道 丝毫不错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报有迟有早 有明有暗 有何己事算结 乘除加减而报 故有看得见之报 有看不见之报 有因果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善恶之报 无因果 不能成作父子 无因果 不能成作夫妻儿女 亲爱欢喜是因果 冤家烦恼意是因果 不是天地定的 不是阎罗王强派的 仍然是人自造自受 无奈 无奈改头换面 信张信礼 轮回路上 往往来来 昏迷不绝 好因果上至天堂 恶因果下至地狱 人道之中 身在贫贱 千苦万辛 身在富贵 暂时作乐 然而富贵必多造孽 来生又转入贫贱 若再有罪 来世便降为畜生 世上人不信因果 说人死如灯灭 不信报应 说只见活人受罪 那见死鬼代家 岂知道人之死也 行灭而灵魂不灭 灵魂犹如火种 可以吹得过 可以点得着 至于活人受罪 如水火之灾 疮病之苦 枉法观行之冤枉 大半由钱节所造 再因私则定罪案 发到阳世来受 又有人身为死去 而魂已拿入阴私受刑 死活灵活现 到处皆有 可知有受罪之活人 定有顶家之死鬼 死人最重了 再因私自然顶家 即或脱身阳世 亦必作受罪之活人 视看都市之中 大陆之上 多少残疾不成形的 二疮心臭 流浓出血 终日叫唤 岂不是活地狱 即在眼前 人在阳世多不幸 因果报应 到了三寸气段 浑入阴槽 灭尽台前依照 没有不幸的 然到此时 毁之已甚迟了 大帝男女 谁能逃脱生死二字 那个躲过阎君之首 究竟生死也可以逃的 阎君也可以躲的 先要把因果看得明白 知道为人未处 指辞一灵 前生后生 原非两个 因果是生死之根 生死是受苦之去 现处富贵 总不长久 现在贫贱 那有出头 大献一道 阎罗殿前 可不害怕呼 如果善多恶少 上保人生 若是善少恶多 则人生一失 万劫难复已 因果中最重者杀孽 一命抵一命 一刀还一刀 千百劫后 躲脱不了 所以持斋者 正是怕截杀因 击尘杀果 亦修行者了 前世之孽 的超脱之法 成出世之果也 开智慧第二 在红尘中 聪明伶俐 分别计较 都算不得智慧 真智慧者 发心修行 求出苦还原之道 世上男女 性的因果 知道为善去恶 说今生为修 修修来生 这也是好人 但做好人 不过保来生之人生而已 就是行大善事 不过贫贱转富贵而已 再得上身 不过富贵转神道而已 这都是人 天福报 小阴小果 是未有尽之音 小阴福报 依了 依然堕落 旷在恶浊事中 能保得 世事为人乎 纵然世事为人 虽保无一面之差 一时之谜 生而死 死而又生 有朝坏事 前功尽弃 盖无生死所居者 不得不受生死之害 其害何在 在于七恩子爱而 有了恩爱之千禅 自然要真名夺利 酒色才气 一起跟来 贪 甜 吃 爱 到处皆是 比如一台假戏 上了场 不由得你不唱 岂知道夫妻是冤家 而女是债主 恩爱中惹出许多烦恼 恩爱中生出许多怨恨 酒 色 财 气 四大苦海 贪欧吃爱 无边生坑 请看三寸气段 夫妻何能以同行 儿女何能以替死 功名富贵 何能抵得住严罗 不但欺恩子爱 一切名利 事须花梦境 就是这个身 亦是虚假之物 罪不奸牢 一处恩爱受伤 有爱性命 罪不干净 心臭会污 不堪戏想 各样苦恼 都是一身去受 各种罪孽 都是一身所造 混过几十年 终归黄土而已 这个甲壳子 纵然能活百岁千岁 也是累赘东西 有何趣味 佛经说 四大皆空 人身乃是四大甲合 水 火 风 土 位四大 身中之精血足水 有热气是火 口鼻呼吸是风 皮毛筋骨是土 无常一道 惊血干枯 水流尽了 周身冰冷 火烧完了 呼吸扯断 风吹散了 肉团腐坏 人归土了 四大一空 我在何处 大智慧人 把道歇虚假事堕 一起放下 有妻而不为妻恩所谜 有子而不为子爱所办 不求人间之名 而求天上之愤 不想东士之利 而想稀土之义 暂戒假身 做各克遇 暗地讨各消息 原神藏在假壳之中 无人指破 便是没得用的 若只破了 便是无价宝山 世上假聪明多 真智会少 所以不开智者 由于钱节跟前 有根定然有会 有会能见得长 看得远 自然会从生死上打算留心 这些红尘颜面上小事 都不在心上 攀扯不住自己 信道信佛旧事根 仿道仿师旧事会 从今入道之后 还仗智慧做主 诚心诚意 有时有终 且不可一时高兴 久生退回 依然堕落苦海之中 立志向第三 西方大陆古家乡 当初从哪里来 此时何不向哪里去 人人有分 各个能成 旨在有志无志之分而 你看千年古术可以成经 狐狸妖精 也能修炼 为人修仙 比处物少得五百年苦功 这回修行 更加容易 盖三会华旗 收缘了道 千佛万祖 旗下东陵 偏的磁周 逢源极度 赶上授点 一节成功 若错过这会旗元 则踏破铁鞋无觅处矣 需要立起冲天志向 不再红尘安身 不向火坑落脚 总要走一条大路 然而西方路上 拦阻者甚多 夫妻恩重了 而女爱深了 这都是阻碍 至如亲戚朋友家门 说长到短 百样诽谤 竟都是断路的冤家 而且红尘之中 有许多假热闹 罪是迷人 酒色才气 贪甜吃爱 多结以来之熟路 走惯了的熟路 舍不得 丢不开 斩不断 所以生生死死 做轮回之种也 有有人明白 知道红尘是虚假 修行是好事 无奈千禅挂爱 误了一身 总是立不起志向来 真有志向之人 一闻即行 舍不得也要舍 丢不得也要丢 斩不断也要斩 古来成佛作祖之人 弃江山 此官职 别父母妻子 去安乐而受劳苦 此等志向 何其盟勇 何其坚固 志向者 所谓愿力也 无愿则无力 愿大则力大 前劫之愿 今世得力 现在之愿 且不可错 发愿心 总要愿成佛 愿往西方 愿度尽天下缘人 若只发愿修来身 哼红福 便是大错已 清脱累第四 落在红尘之世界 哪个无累 累 是因缘成熟的显像 孝养父母夫妻之恩 儿女之爱 一切清眷 虽都是因缘 因缘不了 则皆是拖累 修行人 亲不了 拖累者 则是披加带索 到死方修 那有出苦之日 真是忙的可怜 忧的无畏 即所谓拖累也 累者 不是全不要夫妻儿女 只要自己会安顿 果能夫妻同修 儿女未办 岂不甚妙 若是夫修妻不修 也要设计调停 如果时时不同心 当各了各事 且不可你扯我 我扯你 一段恩情是小 万劫生死是大 有儿女者 完其婚嫁 不可贪恋千禅 失误正事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育儿成人后 当了的事 要早些了清 如自量有万不能了的事件 丢开去吧 不要痴痴呆呆 想这样做那样 累到三寸气段 还有许多未了之事 夫妻儿女 原是一台假戏 锣鼓一些 大家散场 说什么悲欢离合 既然看破红尘 不想富 不想贵 不图门面热闹 自然少些拖累 再把恩爱关打开 拖累更轻 想尽到者 先要算计一番 恩爱如何割舍 妻子如何安顿 己进道者 就要用七分功夫在修行上 只可用一 二分功夫 应酬凡事 静观眼前多少男女 名为学道 就静落空 由于拖累不轻儿 中年人 老年人 纵然无夫妻之类 而有儿女之类 总是拖累不轻 甚且为顾及儿女而退到开戒 为顾全儿女干堕地狱 真是痴呆 天下最洒脱者 最快乐者 观寡孤独之人 在红尘以为苦命 在修行则毫无拖累 容易成功 若不加紧修持 实在可惜 总而言之 受拖累者 还是忠下之流 上等大丈夫 何拖累之友 今日醒悟 今日能下手 功名富贵 爱子娇妻 说放下一棋放下 斩钉截铁 不动不摇 才是好手段 忠下人 半胜半凡 未必全然无拖累 诸如勤苦甚俭 免得正累 安于藏桌 免得世累 应酬减少 免得勤累 不起贪唱妄想 免得心累 不计冤仇 不练亲爱 免得忍我千金之累 然凡事脱累甚多 总累不尽 要亲自从事 又不得不累 诸佛菩萨 为九二元人 脱下苦海 受一场大累 开荒打影 受奔走之累 半道结缘 有知应之累 调险隐重 废言语 用精神 又有无穷之累 遭风受考 拖累倾家 拖累性命 即使拖累死了 也没得半点怨恨的 盖在红尘之中 累来累去 脱下地狱 在道场之中 累来累去 脱上天堂 把这生死大事 脱累上岸 就万劫逍遥 再无有脱累了 守五戒 第五 三规五戒 乃守道之根基 规戒不守 如主杀做饭 何能冲击 修道的人 不是粗手大略 要守精细 一步杀身 不但不杀 断断不可养 不可参 日不犯杀身之事 倘若陆欲杀身 默念佛号 戒犯杀戒 二 不偷盗 要清白正大 不沾人一文便宜 不忘取人一点东西 不贪爱人一样物件 如有许多功德不轻 即忘用人家功德 皆是偷盗 三步邪淫 不到邪淫之地行走 不与邪人往来 如抽烟 赌博 看灯 看会 尽多是邪事 定要断清 不赢者 不但绝赢事 定要斩赢根 男子目不熟视女色 心不妄动邪念 女子要装沉静 毫无轻狂之态 嬉戏之容 至于穿戴 以雅素谱为好 不许华美艳势 在今而言之 第一要手身不漏 若白日胡思乱想 夜里灵丹走泻 睡梦颠魂 阴魔扰害 就是泛淫之戒 还修什么行 此一届最为难守 全要除杂役欲念 时刻提防 拴锁圆马 右玄关手透 丹田肠热 呼吸升降 风火运动 方才守得住 九节功夫 最重注击一节 击注成了 如十五 六岁之同体 才算得守真守戒 四步食酒肉 此戒一手 而吃一碗素饭 亦不涂贪后味 神见惜福 闲者之风 五步妄语者 要老实至臣 当说的话 有一句说一句 不避别天之夜 不当说的话 尖口莫言 若牵扯是非 花言巧语 当面虚哄好听 背后行间作怪 此等人纵有小能干 毕竟福而不识 待罪不轻 修行之人 罪即多说话 一则伤神器 二则惹是非 除劝善话人之外 总是装痴呆的好 真心学道之人 二六时钟 回光搭桥 莫守玄关 那有闲控时间 说话谈笑 耽搁时辰 在道场中 自己警戒 不要像他人一样 切不可张扬其事 这张扬造孽最重 恶口伤人者 必遭恶报 缠口害人者 必有天谴 在道中 乱讲闲话 退人善念 误人好事 罪在不设 一言之坏 就堕了地狱 何而言之 红是大怨 归戒在先 犯了戒归 是怨难逃 明帝可以瞒人 暗帝不能瞒神 暗是七星 神目如殿 人间私语 天文若雷 各人们心细想 为犯者加工 己犯者速改 久后必照莲花之境 而等灵官边下 悔之晚矣 断疑惑第六 修行之人 全凭信心 信心坚固 功果有成 佛不度无缘之人 应不信故也 不信 则多生疑惑 这个大道 效法天地之全功 包含阴阳之庙里 三教经典 都是应正私道 万事万物 皆何道机 毫无可疑 读书之人身疑惑 乃是为文字遮蔽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物也 下于知人身疑惑 乃是为涅障尘埋 跟浅而浮薄 有些已尽道者 起初信奉大道 即久在佛门 反身疑惑 疑什么 一疑一事难成 二疑功夫难做 三疑普度是假 收缘无奇 四疑考魔力害 佛不显禄 五疑办这要钱 钱嫌靠不住 六疑上唐变动 祖根不争 七疑败坏者多 心灰意懒 有了这几层疑惑 恍恍恍呼呼 就要退毁了 加以耳根不应 听那些旁门左道 说多少奇怪术法 又想学习神通 或那些假祖魔师 扯出来别生之夜 又想更求玄妙 这都是吃亏上当 失误修行 真缘人要断去一切疑惑 比如做功夫 无论有效无效 总是依法行持 蒙咏前进 不问成与不成 总是一心不变 死而后己 果能用成心 下苦功 断无有不成不孝之礼 古来单传 正法难遇 当此普度 闲瞻佛光 正是千劫修一劫成 肯于这一劫发心者 即一势成矣 至于收缘大势 乃一缘十二万年中一大势 断断不假 但天机莫测 有早有迟 上天慈悲 等候缘人 一时难其矣 收缘一时不应 不必问收缘明道之旗 只需个人明个人自己知道 收个人身上之缘 自己灭冤消轻 功德有余 便更明道 身上阴阳会合 大丹结旧 便是收缘 苦魔者乃上天好意 受一层魔 消了一层冤涅 一半是钱节带来的 久债还钱 难逃定业 一半是自己招来的 由于少陪善功 又不依法 不小心 假人考退了 不必说 真人考明了 正好办事 是真是假 非考不能 分清别拙 非考不能 定人果位 非考不能 讲到捐功要钱 并非是钱贤费己 无水不能行舟 无财难以开道 要钱应书 替你行功 要钱办事 替你广结诸佛缘 凑住普度收缘之事 一文也不落虚空 那道场祖根 谁真谁真 谁真谁假 自有上天掌持 而做钱贤的也自然查的明细 听听钱贤交代 何道理的 一心跟随 不合理的 你自稳住功夫 自修自得 亦不坏事 能开荒的 苦心皆隐 寸步有功 只是要小心注意 陌生疑惑 虽恶事难行 但至成感格 天必又知 能结缘的 何气奈凡 众人沾光 上天欢喜 切莫疑惑 忘费银钱 一本万利 明去暗来 是没疑惑 佛法是无形的 超身堕落 眼前是看不见 岂知道看得见时 想行善改过就迟了 修行人 是好是歹 思思好好 护法神都见查明白 记录在侧布之上 他日三槽对岸 抵赖不得 无人在道场中 阅历未深 智慧尚浅 看见几多违规破戒 一切败坏之事 难保无疑 岂知各修各德 各人生死各人了 众人不信我要信 始终不二 撑起一团刚气 拿定一个雄心 断无有不到西方 所以多疑多 或者皆是根基浅薄 冤孽弥心之人也 消冤孽第七 人自淫慧下世 生死轮回 造下无边罪孽 冤元相报 无有了其 今日投尽修行 表文一声 三槽通晓 那浅劫冤魂 都在地府等候 如何肯让你骗了 第一乃杀孽之杖 难以躲脱 纵隔三世 五世 八世 数百年之久 千万里之遥 他也找得来要命 所以这里开到 那里就有冤障来缠绕 或是身疮病魔折 或是烤风颠倒 或是水火之灾 或是跌打损伤 或是口舌生非 种种作闹 都是冤孽 或者见鬼见妖 讨债取命 昼夜不安 心神恍惚 必然叫你退至破戒 依旧同冤孽一路而行 所以师尊教人 历曾曾功德 以持斋消杀身之孽 以饮恶扬善 消恶口两舌之孽 以刷书 消一切尖到邪淫之孽 应输者 需要舍的淫钱 没有淫钱者 下苦心用功修持 其余开荒引众 半道结缘 总当消自己的冤孽 冤孽就是仇人 他日夜伺候 想害人性命 若自己大意放松一点 他就投了窍 冤账一上身 则原神不能做主 就越发糊涂 岂有不败道之理 除修道持斋之外 更要常看经典圣训 常听好话 心中明白 依法行持 方能消得冤孽 现在男女 不但冤孽未消 而且若冤孽 添冤孽 比如贪高妄想 动火生气 真功夺果 搬弄是非 不遵规矩 不受教训 竟都是自惹冤孽 自添冤孽 就这样多少元人 被冤孽弄坏了 各处道场 江城而又腹败 财圣而又衰竭 风去风来 颠颠倒到 皆由于冤孽未消 前贤有前贤之孽 后学有后学之孽 人多孽多 消解不开 所以起风降考 大元人顶灾顶劫 小元人魂飞魄散 冤孽真是厉害 盖道真则虐一真 不得真道 冤障可以持缓 依的真道 冤障急速要轻 这本冤障不子 自己也不知多少 总要早早还清 落个干净身子才好 消冤孽之法 持斋之外 然总不如开荒打印 涉谈半道 接引原人 为无量功德 能消无量冤孽 你看有功有德的贤良 人神欢喜 平安清极 便是冤孽消清了 若是事不顺遂 常有错额 还是为消清冤孽 成孔灵死之旗 死得不清白 而素叶献香 一灵真性 被冤孽扯住了 如何能往西方 依然走阎罗殿而已 改脾气 第八 人生落在后天 个个都有脾气 脾气就是一种病 病重了 就要伤命 第一大病 不敬天地 不孝双清 敬天地者 体好身之德 存爱物之心 习老连平 旧疾悉难 尽习自止 爱习五可 行一切之方便 以我心和天心 不仅是烧香磕头了事 孝顺父母者 守住自体 行善积德 半功修果 超度先灵 酒后与善人同归极乐 是未真效 不但生死养葬了事 人若有了漫天地 薄父母的脾气 其余再好些 都不算人也 至于塑形凶暴 要改为和平 塑形轻狂 要改为稳重 塑形动火 要改为忍耐 塑形高大 要改为低小 塑形讲话扯谎 要改为谨慎真实 塑形狡猾奸诈 要改为公平正直 塑形繁华奢侈 要改为朴实兼审 塑形私心即刻 要改为大功无我 塑形窄霞急躁 要改为宽宏大量 塑形胆大猖狂 要改为小心机密 塑形图占便宜 爱取小力 要改为受苦吃亏 只认自己错处 不言他人错处 只思自己不是 不择他人不是 才算改进脾气 进道者要守五戒 就是应有脾气 人生千万罪孽 不从这些坏脾气招来 改了脾气 就消了冤孽 反攻自尖 那样脾气重些 就在那样痛改 而且修行要有个好样子 才能感化于人 若脾气不改 榜样做坏 人家把道看经 自己更昭罪孽 大约 大约世上之通弊 责人责名 责己责婚 起思 他人犯了什么 我看见了 心中不服 口中又认出来了 反之 我自犯了此等脾气 人家岂不谈笑 世上人百样坏的脾气 在生前自由自纵 死后见了阎君 一样样也不敢用 修行人阎网虽然不管 而虚空神明监察 犯了脾气 坏了事 都记在侧布上 久后与你算账 凡一切小毛病尚可原情射除 倘若犯了欺失灭祖 谬行道背 不畏天命 误人公果 或投磨行邪 扰乱道根 种种大毛病 如何能逃五雷之猪 有许多前贤大德 何以结果不祥 都是为毛病脾气所坏 猪毛病中有几件要紧的症候 是犯不得的 一约傲 自是聪明 自逞能干 不听诗训 不道佛规 乱传修法 看不起人 有几妄行 或在富贵之家 丢不开身世 低不下心肠 或是读书之人 以账财学 满腹交经 便不了气质 何能修到 猪毛病抑制 傲病难医 这医装病 也不知害坏了多少人 一约贪 办事人要随缘随分 听天由命 不可妄想贪高 有等当到清贪功乱度 贪坐点船 贪不到手 伸出恨田 就有七师做磨之事 大贪大磨 小贪小磨 在道场中 也不知多少人 上了贪高的当 贪高反下 往往有之 有之男女 只可行公了愿 只要真知真行 何愁无有品怜呢 反之 贪则必记 定有你抢我夺之事 互相毁谤 扯事弄非 同归于拜而己 一约刻薄 存心不可刻薄 用银钱亦不可刻薄 对待到清后学 以宽厚为主 要体贴人家艰难 安忍人家心思 自己穿用饮食 但可减省 而用人做事 全要银钱放宽些 大众才肯出力 若一味刻薄 又好则成人过 才一两刻 昭怨必多 如何能办道场 三教圣人 至下经典 那是医人毛病 毛病是后天血星 在先天缘没有的 是看小孩子两三岁时 浑然天理 喜怒笑哀 但是无心 那有什么毛病 只因后天渐渐长大 习惯越学越坏 所以有种种毛病 如今修行 正要反到小孩子之气象 小孩儿就是神仙之体 做神仙的人 总没有脾气的 续度量第九 天之量大 包罗万象 得之量大 生发万物 修行之度量 要天空地文 量大则福大 量小则福小 比如处苦日子 就是受动受馁 也知道世命 总不深怨恨之心 只已到为了 如遇患难之时 就是受魔考 也知道有定数 总不深退悔之心 如有人毁我 放我 不与他争辩 久则自消 有人辱我 骂我 总不听他 由他 让他 不回避他 金刚经理说 今生为人轻该 即消前世罪 任他百般糟蹋 只是替我消灭 我得了便宜 他这堕了一身罪 在这修行人 心中要开阔宽展 才好做功夫 若今日真长短 明日对是非 反装了一肚子气 岂不扰乱心思 自惹烦恼吗 总要把是非长短 颠倒错乱的杂事 一起放下 只要问心无愧 何妨自己吃亏 至于同堂到清 有君子亦有小人 君子好呆 小人难呆 唯一概宽宏大量 不张扬人家短处 不占人分毫便宜 不庄大 不自视 不自夸功果 如是不得罪于君子 亦不招怨于小人 到处可以去 倘若心肠窄小 眼皮浅薄 总是看见人家不适 说人家不好 自己吃不得一点躯 包含不得一点事 如何能全功果 享清修之福 到场中上下前嫌 只为好动火 好生气 也不知坏了许多虔诚 一心之火 能烧万众青山 不怕你天大的功劳 只要一把无名火 就烧坏了 无名一动 上而欺师尊 下而伤道众 血心用事 原神昏迷 未有不到堕落者也 要学度紧 全在发怒怒能忍 欲大事忍过去 可宜免祸 欲小事忍过去 省得烦恼 欲小人忍过去 不招怨恨 忍而又忍 久则心气和平 自然怒不发了 而且红尘世界 名为五卓世界 总是烦恼之坑 那有清凉之境 若亮小心窄 将来处处挂爱 时刻争闹 岂不苦死 有何趣味 当思一切 不如意的事 转眼即空 本无可争 更不必怒 旷修行 亦不过各了各愿 各进各心 临时要照管自己的正事 那里有功夫去争闹发乎 裴心得第十 心得者修行之根本 若是不谈心得 修行何意 七心败得之真 也说不了许多 然有几件不可犯者 犯了定堕地狱 一日望尹宝 尹宝前贤 是指路恩人 忘了指路恩人 岂不是七心败得 尹宝师榜样好 就要学他 尹宝师榜样不好 不要学他 亦不要翻脸 一日背离前贤 前贤平日开示就你出苦 恩重如山 听不尽忠言 内心不知自成 翻了脸 又去投别人 如此七心败得 难逃震雷之珠 或有前贤偏投魔道 被祖望根 那就依不得他 各做各事 勿训人情 一日七压道清 或自是才学 或自夸门事 或自仗有功 看不起穷寒老实之人 欲人办事 又存极度之心 暗地去阻塞强夺 此乃思心量小 亦是坏德 又有等口是心非 狡猾奸诈 在师尊面前 全部说实话 总是表自己之功劳 扯人家之败路 翻了脸 打算开戒闹事 说糊涂大话吓人 如此七心败得 天地断不容情的 又有福心未断 色根未除 时时胡思乱想 有许多对不得人 说不出口的念头 甚且暗中破戒 明的做人 这个样子 怎满的神明 又有贪财之小人 专占便宜 哄骗人家赢钱 肥己润身 不思填海 又无功德能消 如此七心 定便畜生还债 又有等不自量身份 一味贪士 办不下来之事 勉强去办 力量小 但子重 押出魔来土 渐然不偿天命 干犯佛归 岂不是七心败得 自朝堕落 又有任道颇真 也晓得半功结缘 而自己情性不改 脾气暴躁 一时尊敬前嫌 亲热道友 一时反面无情 且而搏呆父母 抵触师尊 或弟兄不合 大家争吵 此时根本之地差了 岂非七心败得呼 多少道场领导者 声明赫赫 只应一念七心 暗地做败得之事 上天不佑 肃孽缠身 刻有段落不堪者已 故修行人应时时 惧怕七心败得 防范之法如下 一要孝敬前嫌 二要酒敬师尊 三要和睦道清 四要正直无私 五要午夜自私 无惭愧处 六要银前清白 不沾分纹 七要守分安命 老臣做事 八要讲究根本 做好榜样 凡对不住天的事 一件也不做 对不住人的话 半句也不说 宁可人欺我 我断不克人 果然心得赔好 上可以赶神 下可以赶人 人神欢喜 自然不招魔考 半功则功成 修果则果就 知机密第十一 天机玄妙 不可妄谢 如今恶人满事 棒法者多 倘若张扬 必招风考 凡在道中 第一要口圣 如仿友善人 八德之中能占一二 方可开示 如是目道者 先送一本书 与他看 他若欢喜 便做几次化他 一次谈善恶果报 及杀生还债 人畜转换 来往有生有将之理 二次谈红尘苦恼 七恩子爱之千禅 名利富贵之虚假 老病死苦 节节煎熬 一失人生 便堕处到 纵然行善修福 能保人生 而福尽还堕 总难逃轮回之路 总难躲过颜君之首 看他信心 追问情犹 至三次便说修来生 还是下等 若欲躲颜君 拖轮回 出苦海 抄天堂 非大道不可也 然后把大道根由续出 如今普度其缘 诸佛下世 不可错过 修道者能抄先王父母 报上天降道之恩 救自己之苦 他果能立志修行 再说要守戒 要安顿夫妻儿女 不做魔 不打扰 才好修行 他能一一答应 再说修行门路甚多 有邪有正 有真有假 把一切杂法害人之事 点点续名 免他疑惑 并说大道尊贵 难访难求 非恒久尽性 并斋借沐浴不可 等他过三五月 果然诚心求道 在谈人生累劫以来 各代无边罪孽 不先消罪过 好事难成 要多看经训 多行外功 他果然依法 再说要求明师 但切莫清言师是何人 师在何处 只教他诚心感格 替他去访 通信于师之后 不可以同前去 得要前嫌斟酌一番 方可接引 如欲旁门魔子 欠怨归根 更要细心考察 不可轻易引人 如欲深懂官家 更不可大意 开荒之苦 功不小 然而不知机密 容易惹疯 妄隐匪人 待罪亦不小 至于开设佛堂 乃慈行之码头 原人之巨处 更不可不小心 同道不同师 不可引入 外来门头斋工 盖不应酬 如今奸华人多 往往借名打混 总要留心 莫清家理会 在佛堂往来 不可东家说西家 卖堂内之事 不必须与那堂内人听 待到清出境 以适当时机位移 善配不可乱散 规条组铁不可轻贴 或与人传看 引人不贪多 度千度万不如度一成真 同谈办事 不可争夺 助人尘美 自有天之 强功者无功 本道中吵闹 令人看清 就有阻塞善门之罪 男女必嫌 各取方便 不许私的细语 同照同等 弱势和女劫富 更要留心 不可大意 堂内出入 须分梯次 紧要知事 等前嫌到了 再行引入 一批离去了 再引一批 甘道会必 再接昆道 不许男女同一堂说话 礼佛办道 要和睦灵家 不得罪小人 要为证人护法 有风要起 设法防弦 可以暗散 所以跑路走信之人 要会答应说话 口风要紧 要共交代 共心腹 开荒办道 要耐得烦 忍得气 瘦得屈 吃得亏 眼要亮 认得人的好歹 耳要硬 不可听闲事是非 度量要宽 容得下众人 加以机密小心 自然能成事 修己 众生各执痕业 不许乱走 何而言之 要依规矩法则 才不惹疯 不招罪 所以到场败路 办事受考 时都有无规矩法则 因此 不机密 开荒的猖狂乱扯 贪多烂饮 半道的出入张扬 匪人混进 一旦风起 你扯我 我扯你 大家挡不住 遂至受人傍佛 获罪不小 真修事依法行持 小心机密 风考总小些 如或不幸 天降起考 定数难逃 一生成当 保全忠孝 顶结救世者 死后定正上品 若多扯他人 连累失诱 死了还要戴罪 至于昆道 不可出走远门 果无挂碍 有志半道 更要检点 非人的相宜 切勿乱网 所谓机密之法 全在谨言 责人而交 言语不紧 惹出是非 又烦恼 又招罪 不责人而交 吃亏上当 连累到场 当后学要机密 当前贤更要机密 前贤乃后学之根本 行止进退 隐藏未妙 若到处出面 生命躺出 罪易招风 乾坤二道 切不可拿前贤做招牌 当前贤者半道日久 大半无家 全靠后学未家 故要平时机密 前贤才能安住 若不机密 何能停周乎 受魔考第十二 魔考之以来 有内考 有外考 有起考 有气考 有顺考 有逆考 有颠倒考 内考者 身疮受害 水火之灾 盗贼之患 蛇咬虫伤 夫打惊痛 外考者 邻里毁谤 官府尽致 其考者 破家清夜 受刑罪 亡儿女 弃考者 受层层冤枉 有口难辨 恩返未愁 若是富贵之人 以顺考之 酒色财气 名利恩爱 摆在眼前 热闹绝短 丢不开 打不过 定然败到已 若是贫贱人 以逆考之 衣食困苦 奔波劳碌 运气不好 世事被考 考得心昏意乱 罪易退到已 更有先富贵 后贫贱的 受不下辛苦 改变心意 埋怨不该修行 这样名为颠倒考 何而言之 考试上天意 诸佛慈悲 其中有几层道理 一层未分清别拙 先佛灵凡未清 一类爱人未拙 普度一开 污拙并净 上天特降考模 轻者更深 越考越深 着者跟浅 一考必退 好比雪霜一降 草木变色 独有松波长青 又好比稻子 用木仙一扬 风波一打 那些粗糠败子 都落在一边 那十粒五双宝稻子 留作针种 深深不四 但考一层 是消一层冤孽 人自泪劫以来 罪姬如山 今日尽道 冤孽断断不肯放 就是修到持斋 也难消得干净 所以上天降考 你等吃些亏 受些苦 就是你的心意可坚固 如果真心不退 则考一次 消一次冤孽 暗中一重就轻 死罪改活之处甚多 如前节孽重 该当来生变处 疑是有了几次考 把来世之节赦免了 死中机关 谁个懂的 也有将防舍天产 迎前等相 折抵灾心的 这岂不是诸佛慈悲 上天好意 一层未定他果位 诸佛下世历界 九品连台 一公定夺 发大誓愿者为九六元人鼎哉 往往受大摩考 有大摩考 乃有大声赏 如徐阳二祖 木工火精 诸位古佛 杀身成道 做万事榜样 正三天极品 由此看来 若非降考 岂能定连台高下呼 普度以来 考出了多少大真人 无魔不成真 无考不成道 又有一等事前节终定 罪孽难逃 非舍身不能乐道 所以千节冤孽 一节消者也 更有一层当领袖的 久在佛门 贪望高大 或司机功德 肥家润身 或阻塞贤粮 也蛮功德 当后学的 苦功苦行 多年勤劳 被上人冤屈不能出头 上天降考 考的那些假领袖 现行作魔 自道堕落 等那受屈之贤粮出头办事 更上换下 金牌倒挂 一考就有变动的 而且脾气 毛病 全要考魔 才能改变 出尽道者 或是高傲 或是胆大 或是逞能 或是讲话 一切毛病 原人亦是有的 为受几回折磨 自然之道 小心 在这平心细想 有考魔 可以明白公罪 上天监察 总不放松 这里犯了什么罪 那里就有魔来的 明白的认罪 忏悔 求神赦罪 永不再犯 又可以逢凶化疾 诸如当初 唐僧取经 天定九九八 一难未满 不能成圣 若未经过磨难 即便成功 五百年后 繁星一动 就折下来 只有历尽 红尘苦恼 繁星死尽 才可以依了永了 再不投东 永不下世 可见魔考 正是助人成道 犹如腐凿雕琢之功 所以成就器材 若是个真人 被磨磨好了 不是真人 被磨磨坏了 把生死游天 任凭什么魔考 不当作前功之孽 安心死奈 不讲退悔话 不申愿恨心 就是饿死冻死 刀兵而死 也算成全我生死大事 才是金刚铁汉 道中男女 各有各的魔考 黄蜂黑语 是外来之魔考 而平时在家 又有零零碎碎之魔 罪易散心退治 或是前嫌到轻脾气不好 言语怒骂 主是呕气 朝朝暮暮 也难忍受 或是儿女千诀 情深爱众 明知是冤 推脱不了 欢喜烦恼 都是仗道 又有亲友往来 应酬长了 热热闹闹 时时打扰 一切俗事 攀扯去做 一切闲话 东讲西说 也不知耽搁了多少阵事 这几层眼面烤魔 不知不觉 就把修行荒芜了 其实修道全靠自己做主 忍气奈凡 丢不开 狠心去丢 舍不得 狠心去舍 万无可难丢舍之理 也要看得淡 偷得闻 以甚事为重 以凡事为轻 所有虚假恩情 热闹门面 踪替不得 我的生死大事 于污秽中修清静 于火坑中种莲花 这种才是大智慧 好贤良 凡正心诚意 死不退道之人 上天定然爱惜 替你消解灾恶 纵欲魔考 暗中自由护法显应 可将大事 可化为无事 这些消息 都是我们阅历过来 所以层层说的清白 诸位谨记在心 欲魔考来时 心中自有把柄 神智自不昏迷 例外公第十三 这回万佛出世 末后依着 人神同盟 三槽会议 全靠功德未念 无外公内果难修 功多果自强 单传之时 先把内果修成 再立外公满院 如今普度之时 半功再先 修果再次 第一 其功 替老皆引原人 尽心竭力 不辞劳苦 时时刻刻 以旧度未念 五着世界 恶人众多 总是匪佛棒道 功最难办 难办得办得下来 才算其功 若得大道 只图清闲自在 故自己不顾他人 便是私心 非上天所愿 何能成道 在这个人身上 带有类截之冤孽 不办苦功 如何消得轻 若仅是自首 不可谓办功 若稍有一点机会 就要立功及时 再持就无功可办 但要照规矩办 不可以乱办 这回普度 不是在天宫立下 誓愿来的 许多前贤 受尽千魔万难 纵使家眷悟会 或遇危险之时 了结生命 绝无一点埋怨 只要一席尚存 总是照前半 到场中即使到清晰少 也极力重新整顿 此周重新收拾 皆因当初誓愿在先 不办了不得誓愿 就回不得家乡 见不得老 办大功者 永不退缩 没有说什么 归隐修己之事 莫疑惑内功未成 尽在外功上行走 恐怕自己无凭证 岂知半功闷了 灭尽冤枭 神来凑住 但是不能把 无瑕 二字害了自身 即使中日奔忙 不能内修 亦要在天明或晚间抽瑕敬仰 否则悟到三寸气断之时 毁难证果 旷洞虚度人 尽则度己 偷闲时 即可做内功 尤其平日先要做好自己的榜样 沉静稳当 谦和小心 不贪财 不动气 又要有内德 脸上常带几分道气 这才办得了道 真元人一进道就会想要外建功内修德 若不想尽功修德者 就算是真元人 亦不过小因小果 两旁伺候而已 开唐节律 势必不可少 佛堂是一座天桥 元人归西必游之路 上阶下隐 要颈之观 地下一间佛堂 天下一朵莲花 伴出一间佛堂 一千三百善 所有修行者 均在这佛堂法传上 来日修成正果 也将报答引渡之功 其次若拿银钱助道者 皆是给人天之福源 一本万利之事 所谓拿东方无法带走之前 存在西方之功德 这个算盘要会打 因为纵留下黄金千万两 也难买生死的 至于贫苦的 多做一点无畏师 当事情到来不可推张脱离 能吃的亏 能受的苦 能久磨不退 自然办公功成 同样也是打帮助道 其功德更大 无人应庆幸根源深厚 才有机会办道 所以只要尽心 自然有其功德在里面 然而功中有罪 又不可不知 比如开荒是功 而不照规矩 胡乱拉扯 又是罪 设谈是功 而不知机密 胆大招风 又是罪 其在道场中 或忘费银钱 贪图供养 喜穿华美 又或待人刻薄 不存厚道 私心极度 强夺未能 又或借道未明 扯用功德 肥润身家 如此都是功中之罪 有了一罪 就舍了一功 时下男女 有淹堵不能借禁的 有不讲规矩 行动轻狂的 有性情高傲 动火生气的 有波式弄飞 张口扯谎的 有懒惰放荡 毫不行持的 有五戒不清 口硬心虚的 有偏好奸诈 心思不振的 有乱扯结束 说糊涂大话的 有心神恍惚 怕受魔考的 有语诗作魔 忘恩负义的 有不认根本 自立门户的 有说颠倒魔话 霍乱人心的 有讨好现成 两边强坠的 有吝啬不舍 事前如命的 有脾气凶暴 同人真闹的 有做坏榜样 招下败露的 一切等相 虽在道中 也是个罪人 即使勉强隐医 二人 烧几炷香 念几句经 也还公布抵罪 总是要改毛病 赔心得 还规矩 听交代 尝思自己尽到犯什么罪 思尽无知 知罪必改 自然无罪 则办一功 算一功以 此时还不见高下 日后龙华会上 功罪分明 丝毫不能抵赖 那时想忏悔 就不能了 如今个人 辅心自问 有那些过错 尚有你忏悔 且不可说没有罪 莫以为不要紧 且把金如誓愿 口中念念 心中想想 不要自己哄自己 哄下地狱去了 向我们自办道以来 功却不少 罪益甚多 一是妄开匪人之罪 二是不依机密之罪 三是误人公果之罪 四是贤疑未必 规局未尊之罪 所以招出重考 若应办到失败 从此不办 待罪更深 岂不是终归地狱 故而不敢携手 任他狂风大浪 依然拿舵撑高 全望乾坤二道 一心一德 尽力凑住 有才者助才 有力者助力 能说者助言 把这无边苦海 渡江过去 永享逍遥 同归极乐 岂不快哉 修内果第十四 龙华三会 要火传奇 诸佛下凡 乐怨乐劫 都是完全内果 若不修办 怎回家乡 行住坐卧 一手玄关 情家在人 白日可以偷的一静 夜晚清早 都是守的时候 子时阳身 定然要静 第一要练睡魔 睡魔到保湿一大害 长夜不眠 守单位高 昏沉之时 听他自眠 把元神提在顶上 总不可憨忽大睡 如有子女而后 先要接狱 而后立志绝语 修道之人 最忌走失真阳 行住坐卧 上手玄关 呼吸听其自然 丹田之气 自闭上身 如行大小变状 不可放松 有事时 回无光之香 以一手之 无事时 回有相之光 何一返照 平时 切不可东西乱忘 把真光飞叫惯了 真光不散 神不远走 时时要守 行住坐卧 皆然 以坐为例 坐自乃两人 共一土 土即玄关方寸之地 两人离他不得 观之以目 由要听之以耳 目视之 室外日月交光 耳听之 室内日月交光 这一窍玄关 执金万千 诸佛诸祖 由一窍而成 千金万点 都是印证这一窍 如书曰 长目在姿 道书曰 积在目 佛云 心目之所在 道在眼前 谁人能识 识之不练 真是愚痴 玄关开透 一窍通 则百窍皆通 以后功夫容易 二六十中 不离这个 就是手里做事 口内说话 心意亦可按手 先天元神 藏在玄关 是位自信真人 无相菩萨 浑身是假 这点是真 若玄关不开 是自闭天堂之路 命中之时 一点灵魂 人从眼耳鼻舌四门出去 还是难逃眼望之手 二不功夫 用离火下降 烧熬丹田 不可折香 听其自然 如常常温暖 才能闭住的户 才能闭住的户 打坐 罪易招魔 或手脚乱动 心跳肉颤 或眼见白光红光 一切东西物件 鸟寿草木等样 或耳听中鼓之声 都是温涅 都是温涅未消 或者天堂光景 或见菩萨往来 都是幻景时神 还要多看经典 多陪外功 才守得如意 功夫要做出笑宴 直到那刻不守 就浑身不好过 越守越好 舍不得下单 真是乐静 那有什么苦处 只是初下手要练睡魔 啃下几月苦功 以后守贯 就不费力了 这个口诀 不可看清 包含千层玄妙 配合阴阳五行 乾坤八卦 天干地支 日月星斗 四十八节 寒暑化业 万物深深画画的道理 都在其内 鸟之飞 鱼之月药 花木之开放 五谷之成熟 皆我生道机 我生即天地 天地即我生也 但慧口诀还是老朴子 而一节中有一节之玄妙 即有一节之危险 有真药 有假药 有真丹 有患丹 观有真观 有假观 内药外药 有走失之时 进火退火 有缓急之用 尽得不得法 有生病 其中层次法则 全药前嫌止破 自己参悟 大约守玄关 在神意收定 不可折力提起 恐提起伏火 有头昏脑热之病 全在心意专一 不可着力逼门 需要流通自然 身体放松 太井则生烦火 才要开关 不可着力提影 只可以随之 最怕提住浮火 逼烧命门 物以为转关 则生病已 注姬去浊 浊重在井开头 有妄念 则药不生 着味去静 阳中杂阴气 切磨身体 第一以不漏为主 则精气充足 甘露必多 上下贯运 不致伏火发烧 自然无病 许多做出病来的 亦由于着力助火 二由于心不远通 居逼太甚 三由于鸡未注尘 尚有走漏 四由于污浊混杂 勉强身体 五由于睡魔昏尘 阴气阻滞 六由于念头散乱 心缘不清 生出幻境 务实未真 七由于涅味消轻 魔来扰害 八由于翘未睁开 砸口鼻之呼吸 用一身降 九由于甘露不争 举燕金 反伤内袭 十由于起居不调 毛翘受风 寒热逼人 更有老病未除 闷头疾形 心火上炎 而病转重 使有不依法则 自作聪明 以假笑宴当好功夫 弄成不治之病 更有烧之笑宴 因好动无名 火烧丹本 得病难悦者 定有色根未断 静坐时 呼动欲火 甚妄动 经以欲流 忍而成病 或邪毒符内 发为恶创者 种种毛病 说之不尽 非是功夫能成病 乃不会做功夫 自然出病耳 这些口诀 不可不知 但亦不可动存着想 还乃是脱胎神话 名为无畏 是没有口诀的 到那时 也要前嫌指点 现在男女 大半用的周天之法 个人自己做到什么样子 不知足真是假 有疑惑之处 定要请问 不可含糊 无论有效无效 蒙涌前进 每日静心 习以为常 不可今日推明日 明日等后日 等到延望送信 百病临身 依然动一番病苦 只算得一个空文道 俏之人 此时有果无果 在人自修 谁来管着你 后来灾难到了 山腰水怪 出来害人 且而遍地刀兵 五魔作闹 有果者 玄关一手 放出微光 可以降福的他 五果者 心惊胆战 魂飞魄散 还与俗人一样 遭劫 看你埋怨那个 你我修道 乃是躲身身死死 千万轮回之劫 不是躲一时刀兵之劫 但时至三灾八难 都是有的 劫狱者 收恶人归地狱 送善人上天堂 正式催赶猿人 早回西方 下等人 功果并尽 中下人 即不能半功 全要诵经打坐 有功之人 先功后果 修果容易 无功之人 多招魔障 修果难些 所以要苦修 要速速修 修果又有大臣小臣之分 大臣者结丹出神 温阳脱窍 小臣者一窍通 三观开 真阳上身 法轮长转 大臣并小果 总缅的轮回之路 当此普度 给六万余年 渊源大帐 原有生死 各有来因 不得一样的 根基生 缘分大者 功果一半 归空之时 丹书下诏 明白自然 跟浅缘小者 功果难半 临为时 也不免于磨病 不病不磨 冤涅未消 但要原神做主 心不昏迷耳 死人死后加修 还后诸佛提拔 又有一等人 前结涅重 磨考难消 灵大结舍身拼命 这样虽未见修功果 亦在月身之力 盖上天所重者忠孝之心 所喜者节烈之气 定要格外施恩 至于无重考者 又不可说 亦死了事 有功的 可以死后加封 无功果的自物虔诚 然而生死二字 不由自己做主 必须诚心诚意 感格神明 暗中可以天福天守 既然修行 总要成功道案 切莫想修来生 这个至尊至贵之道 岂是你修来生的 切莫说说修不到 尽心竭力 至死方修 大小总有成就 上天一做功定夺 一因正果而己 知布师第十五 半功要人捐财 亦是考人的大题目 见得到 看得到 财之捐财是好事 诸如放生印书 是演艺见的 而道场中 更有许多铺张安顿之事 第一半道结缘 是普渡中一件大事 如今大道通行 此行遍地 大船要大码头 小船要小码头 一方一所 必有聚会之所 上阶下影 教的一切佛事 最为仅难 而应酬宾客 又有等分不同 比如财良中 有观幻体统呆之 有富豪 就要富家气象呆之 有文人学士 就要依文人礼仪呆之 其间衣服饮食等用度 原不讲奢华好看 总要与人相称 与人相移 又要何光混俗 况且君子劳心 供养不可太落 小人劳力 衣食亦要周全 水路路路 周行车行 火石盘废 动机千里之徒 通盘打算 非银钱充足 则用度难知 如无可用度 则彼此不能往来 上下办事不能通路 岂非败局 所以祖师定下章程 立出规矩 教天上的贤良 同心同德 是同一体 以上至下 以下成上 祖师掌盘 分命好守时的 好守时的分命头顶 顶行分命万部恩堂 事事不得不调公住道 以天下之财 消天下之孽 就天下之人性命 成天下之功 至公无私 光明正大 凡在道中 男女平寒者 不能勉强 若有余之家定要舍财 舍不得财 消不得孽 救了不得生死 且因前世修基 上天赐你的银钱 与你今生使用 亦不教你独自受用 也要你多做好事 以你之有余 补他人之不足 如今修行者 衣食之用 可以省减 昏取之费 可以省减 红尘应酬 可以省减 省下银钱 长池斋 消杀孽 多应书 广结善缘 再量力捐出助道 比如捐在上唐 供养往来师兵 定瞻佛光不少 捐予道清 他开荒分工与你 捐予自己前贤 上下之用 既你功德 若捐在本方会做结缘 人神欢喜 多少体面 其余寄人利物 行食时之方便 总非舍财不可 是看红尘中之人 妄费银钱 反买一身罪孽 至于未到捐出 乃是借东家之财 买西方佛的 一本万利 存在天堂 是一桩大便宜 俗语云 东家不穷 西家不富 这回普渡 正是办西家之事 就是办完家业 上天自有照看 断断不治叫你饿死 况且当前贤的 也要体谅人家有无 并不是亲人家业 逼人穷苦 普渡以来 多少大猿人 舍身舍命 即使遭乱死而不怨 岂有令 银钱而不能舍之礼 贞得一盘连台 胜似黄金万两 再者三其实质 名为扫世节 大难一到 万般都化为灰尘 性命难保 银钱何以 何如趁这时节看破 量家才知多少 留得七分度日 诗二三分 步上算盘 做诗公祭评 住到节缘之资 孽也消了 得也赔了 后来跳出节外 说不尽的好风光 想不尽的好荣耀 还愁什么衣食 规矩上说 穷人出力为主 负者舍财助功 功德一样 出力者如佛前半功 不然如简字指 眼白骨 除当途之瓦时 去道路之荆棘 都不用钱的好事 富贵不能出力 习财以为力 要自己会打算盘 难舍物必要舍 当舍必须要早舍 且不可以疑惑惑 怕弄穷了 日子难过 又怕银钱白送了 不得力 又怕交与钱贤手 不知他怎样用法 岂知上天际功 分文毕录 那的白送了 你只认真 况钱贤是何等人 不必追问他如何用法 功在何处 灭在何处 他能用得你的银钱 自然消得你的冤孽 钱贤断不敢私用 断不敢忘用 但出了你的手 天地鬼神皆知之 倘若钱贤贤肥家润身 那是佛法不容的 多少贤 把自己家业办完了 赢钱用尽了 尤为猿人奔波劳碌 猿是想救众生出苦 岂专为银钱而来 奈何无资财 则不能行走 不能办事 不能用人 不能知应上下 故何以叫大众出钱 助到之有也 成人之美 消极之孽 孽进功臣 你才知道出钱好处 此时有财不舍 到后来功果不成 流落在后 你反埋怨前贤 当初不说明道理 失误其源 此时大道未明 正在办事 要迎钱铺张安顿 捐财者正捐在得利 有用之时 其功无穷 此日不舍 等待何时 一旦等到普度后的收缘结束 无道可修 无功可行 道不办了 大道横于数人 普天供养 内外一家 也不要你捐财了 有财你也捐不得了 是想诸位众生 类结以来 积下无边罪孽 大半是由银钱造出 这回修行 罪孽如何消解 只好将银钱抵赎 所以叫人捐财 祖师慈悲 替你想方法 忏悔罪孽 利公陪得 求出苦海 万空割云 今野空 银野空 死后何曾在手中 无人迅速醒悟 莫等无常一道 万有皆空 趁早看破银钱 不如将这虚空之国宝 来换这不空的国位 何等便宜 人生数十年 只要习服不作孽 穿衣吃饭 能用几多 何必苦苦把这银钱 蓄姬不肯放手 转眼气断 竟让羽儿孙滥用了 或被外人分战了 自己落得一双空手 去见炎君 其步到底痴呆 若说钱嫌要钱 不是要想上下半道 非钱断呼不行 从今以后 诸位乾坤 果然信心无疑 个人量力 除家修功夫 求是之外 多得多捐 少得少捐 每年每人 总要捐一次 为认定立功 消业四字 前嫌断 不敢滥用你的 上天神明 定不辜负你的功 不可多生疑惑 自物虔诚 我今曾曾说明 乃不得已知苦心 躺位思计 定遭五雷之诛 勇堕地狱之苦 炼心意第十六 这个假身子 是装大害 千百万样 铺张打算 心妖作怪 尽为假身而已 然也不能最权归于身 这身子乃一团死肉 有气以运之 方能活动 其为身之主 心而已 心之所发 为心意之用 能上天堂 能下地狱 做先佛 便处类 都由心意造作所为 心缘一马 千生万劫 无由修习 修行全要炼心意 炼心者 死心也 心何以死 不动凡心 不逞色心 不纵血心 犹如死了一样 死了人心 才活到心 尊三规 守五戒 正是用死心法子 心不死 断不能尊规守戒 凡任道恍惚 做功无效 验者 皆由心意放荡之故 平时知荡惯了 遇着邪尽坏事 可以动心意的 使把持不住 开戒为规 请客之间 所有层层冤孽 那样不从自己 心意招来的 心意变化 千头万绪 而总不外乎三心 三心者 一日过去心 以往之事 好歹都是做梦 欢喜烦恼 过去极空 是清是冤 计较何意 世上人偏偏要把 己过之事 挂念在心 这样那样 来来往往 同人家会面 也是谈讲过去之事 岂不痴呆 一日未来心 未来之事 看不见 拿不定 今日打算明日事 还有不定的明日事 今日断想不出来 世上人偏要空思妄想 现在穷 想后来富 现在富 又怕后来穷 幼年夫妻 想到老来常做伴 儿女周岁 又想后来婚嫁时 有房舍 又想改造 有天产 又想多天 中年人 就想到八十岁 花甲过 更想百春 岂知红尘中世 一步唤醒 转眼变动 今日九席 岩同影 来年谁在谁亡 今晚脱下鞋和袜 不知明朝穿不穿 一口气不来 就是死尸了 昨日街头有走马 今朝关内几年尸 生死都在呼吸之间 怎么游的你思想 旷万般百事 都是命里注定 一饮一时 莫非前因 思想十件事后来就有九件不如意 何苦去操纳 那些冤枉心 人若不存过去心 不生未来心 心中清静 何等自然 除此过去 未来之心 上有现在心 现在心 但将如意识 把欢喜当真 欲不如意识 把烦恼当真 贪爱什么 就把心意贴在什么上 岂知现在事 亦是一种阻碍 若只空思想亦枉然 事有难处 急处 忙处 忧闷之处 越思越想 越逮不了 主意打定 当做就做 不能做就丢开 对于现在一时 过得去则可 然而各安恒业 穷富听天 胡思乱想 何易于事 修行人随缘随分 现在日子也不纪念以往 也不算计将来 扫三心 归一心而己 然而心最灵通 亦最活动 初入无时 莫知其香 如何收拾它 往往学道者 纵然没有坏邪念 而浮想浮念者 总歌不断 浮想浮念者 无一定之念 无一定之想 忽而念这样 忽而念那样 一个时刻 想上想下 想东想西 也不知起多少意念 好比乱思 无有头绪 心死起了 连自己身子 都忘记在何处 心意之趣 由四门而走 眼观色 心随色走 耳听声 心随身走 鼻闻香 心随香走 口瘫味 心随味走 心走则神走 神走则气走 气走即惊血枯 速老速病 以至于死而 玄关一翘 正是练心意之法 九节功夫 节节是练心意 心缘在玄关里锁 意马在玄关里拴 时刻不离玄关 即时刻练心意也 心意一望 毕生望动 就把玄关刻一手 着力返照 妄心自伏 杂念变消 久而久之 心意练得纯熟 认随什么繁华热闹 可喜可爱之事 也不能引诱我 认随他什么艰难困苦 可谓可怕之事 也不能摇动我 心经上说 无眼而鼻舌心意 无色身香味触法 正是练心意之笑颜 平时心意守定 一定要说话 也可以说话 要做事 也可以做事 要应酬 也可以应酬 只是意不放荡远走 偶然走出去 即回光追转 心在何处 神集聚在何处 气归何处 精意化为气 而与神合一 神气合 即是炼魂制魄之功 魂乃食神 为力竭轮回之种子 贪财好色 为魔作闹 白日胡思乱想 夜里睡梦颠倒 坑害精气神三宝 燃心意灵觉 反为魂所使意 修行以心意为主宰 统设精气神三宝 则魂移受管束 永无颠倒之害 炼心意即 所以炼魂魄破 炼来炼去 造化与虚空同体 无常何感见面 炼魂何处找寻 所以清净时 要望万元放下 了心了意 节节功夫 全要心意细而又细 静而又静 心意一散 要也走了 丹也坏了 火也冷了 呼吸也不均了 真阳魂生时 全靠心意聚团 大要要转时 全账心意推运 静火止火 心意粗不得一点 放不得一点 有功夫之人 心意烦躁不得 动火生气不得 大欢喜 大忧愁不得 何以烦恼动火生气 忧喜过度 皆能招魔障 凡冤孽之害人 魔怪之附体 都是怪人心之放荡 若二六时中 心不放荡 何由昭的罪孽 千妖万怪 都不能晋身的 一切烧香礼拜 皆是放心之法 而手悬开 为恋心意第一者 这个心意 为通天彻的 无价之宝 可惜在红尘中 不会用它 只晓得用在凡情俗事 往活一生 轮回万劫 苦不尽言以 那里之道 圣贤先佛 高超三界 跳出五行 全凭心意 做功夫 所谓道念 如同成念 成佛时 成心爱 做到心 凡夫及佛 红尘人用心意 聪明灵力 执着计较 总是成空 你我修行 练了心意 无用职着 不去计较 学一个吃人 装几分呆气 练到公元果满之时 从心所欲 随意变化 岂不逍遥快乐灾 你们诸位 说功夫难做 又说没有闲功 这多是自己哄自己 请问一日之中 有几个时辰 心意在悬关乎 大约说起话来 就忘记了 烦恼时 又忘记了 欢喜时 又忘记了 慌忙做事时 又忘记了 见有人来 去应酬时 又忘记了 出门定路时 又忘记了 如果一心三思 内守时刻不忘 那有无效宴 经上说 供养一尊罗汉 不如供养一个 无心道人 无心者 无凡心 血心 色心 只有道心绵绵默默 浑浑顿顿 有心 有心亦无心 凡人之善恶 邪正不定 燃坐出去 才见得 一起心 一动念 鬼神已知已 盖人各有 原神 原神集在光顶上 念善念正 其光明亮 念邪念恶 其光昏暗 神明时在空中监察 即随人顶光之明暗 考察善恶邪正 这个念头 是丝毫蛮不得的 修行人妄念动了最坏事 燃正心诚意之功 正是指妄念 希望想而及 心经说 远离颠倒梦想 希望指妄 即是远离颠倒 在这轮回之苦 都从心意伸出 心意偏在色 命中之时 打入轮回 受色之苦 心意偏在财 命中之时 打入轮回 受财之苦 当日礼伯时 善能化马 一心一意专用在马 命中之时 堕于马胎 有一僧人心意爱蛇 一身养蛇 命中之时 堕于蛇胎 你看心意二字 显乎不显 经上有说 众身自度 佛不能度 这一身之中 有许多众身 眼耳是众身 口鼻是众身 心意变化 无数无边之众身 眼不贪色 适度了眼众身 适度了耳众身 不起妄念 适度了心意之众身 心身种种 法身 法身则有种种苦恶 心灭种种法灭 法灭则度种种苦恶 而归灭盘 金刚金云 应魔所助而生其心 盖魔所助于人心 而到心自身 以 明旁门第十七 三界内外 无量劫来 都是元会所管 一元之始 天地一开 一元之中 天地一合 天地从无极生来 无极知天 为天外知天 是诸佛菩萨归根之所 一元会之中始 无极知之 诸佛菩萨 亦要应运下凡 维持世界 天开于子 得辟于丑 人生于盈 生人之始 五老恋行 而一灵真性 从无极而降 本是先跟佛种 累劫以来 改头换面 年生月久 忘记归家之路 九六元人 流落东势 贪恋红尘 不得先佛下凡点化 何能返本还原 这些元人 何一定要度回 盖元会进食 天地有坏 人物一起消化 真性灵光 也飘散没有了 在将来再造化乾坤 每个分性要归位 所以当此五会之位 要一起度回 为无量劫后 深化人根之计 在成会时 初会龙华 燃灯掌道 度回二亿 四会时 二会龙华 世家掌道 度回二亿 上有九二元人 困在东土 这回普度 为三会龙华 上天为普度大事 早于数千年间 早日安排预备 诸佛菩萨 往往来来 都是为普度之根基 周朝末年 三教并立 分为三大之 都是单传先天之大道 情汉而后 文治太甚 世事繁华 真道藏隐而不禄 如教义衰矣 至五代梁朝时 西方二十八代祖师 达摩尊者 奉天命而来东土 为中华初代祖师 扫除文字 直指先天大道 乃普度之阵脉 后传二祖神光 三祖普安 四祖曹洞 五祖黄梅 六祖惠能 七祖白马 八祖罗公远镇 在唐朝之时 七祖 八祖 法传火宅 道归如家 此时普度上早 上天把大道收回 祖迈不传 八百余年 到了明末清初 天命皇九祖 摇街祖位 三骑时至矣 九祖传无十祖 十祖传和十一祖 十一祖传十二元祖 十二祖初开普度 通行道跟 乃传徐 阳十三祖 顶节而归先天 五老定会迎臣 天人交接 定下普度张晨 瑶十四祖 王十五祖 刘十六祖 此乃红阳十六代圆满 道传白阳 弥勒应运 陆祖位白阳出祖 大开普度 后渡工厂祖 继续伴礼末后依着 三草谱传 平收万教 十方十的 五十四头顶 万不天恩 铺张布置 大道偏于九州 海角天涯 原人反本 此乃奉无极之赤命 千千诸佛 万万菩萨 都要归依这个章程 才能成功定果 看起来 是何等罕见 罕文之大事 其缘其语 万劫一传 只有一门 并无二道 何以正道之外 又有许多旁门 盖普天下 男男女女 不尽然是 圆根圆种 有天妖 有地魔 有山精水怪 有草木之妖 轮回中 有千万类之畜生 是谓一类 虽人行 全无佛性 上天命众先佛 来收元人 又命众魔王 来收一种 各作各的文章 旁门比正道更多 如攀门 窑门 大臣门 道士清静门 和上三宝门 虽无真功 且能拔度 更有天大精丹二十四门 小精丹七十二门 闻开门 五开门 喜怒哀悦四门 都是有相知杂法 招魔招病 瞻不得的 更有邪门 专讲法术 或能观音甲弥勒 以腾云驾雾 非杀走时 能放飞刀 能使雷声 有一山倒海之神通 此时六阳将近 亦因已生 六万年来 修成妖怪 不示出头害人 扰乱世界 更有武斗天魔 只动干戈 大闹得天昏的暗 鬼哭神嚎 任是铁打汉子 也难逃出三棋 原来种子 如何经得起 这白羊大劫 所以万佛下世 普犯此周 把老儿女 接引在此周之上 这此周亦无形无相 然而佛法无边 神通广大 妖见丧魂 鬼见妄行 且直度猿人 不度亦类 而千万亦类 各钻入千万旁门 以魔影魔 各从其类 大道一名 那些异类同归消灭 只有正法能赴龙华 是真缘人 时有会心 断不肯走上不归路 也有那些异类之法 又习此假恋各真人 归正觉 夫旁门分明 本不同道 而由难办以 一道之中 正便为旁 以旁乱阵 道内生魔 分支深夜 更是考人的题目 多少大角色 考得新婚眼花 任题目不一 文章做错 选佛场中 去了名字 以 每逢交盘之时 有一代真祖师 又有一代假祖作魔 当初水族掌势时 周阁称尊 自立门户 设下剑棋牌号 有形有相 祸乱人心 不满天下 坑害贤良 侍卫天魔 经祖掌势时 有假五行 自称收缘 扰乱统系 义大天魔也 经祖归西 密交孤态 丰同道 已不幸三孤西归 四川又出小西华者 此乃天魔也 总而言之 一切去着留清 亦以戒端考道 大凡根浅涅重者 贪高妄想 不依法则 种种毛病 一起打入魔道 同归于拜而己 至于真缘人 时要高举慧眼 认清题目 何以根之所在 即祖之所在也 能归根即能认祖 祖之所在者何 道根即祖也 男女众生 寡闻少见 不时不知 随波逐流 尚无大能 至于大小恩堂 更要眼亮耳硬 站稳脚根 若被天理 而信魔说 图便宜而投魔君 自魔魔人 自悟悟众 则已堕落 万劫难藩 唯当靠定道根 从功从正 始终不二 自有成功 总之 新奇热闹 改口诀 说天机 已收原名道 即在目前者 皆摩也 今年不改 又只来年 节节之物 自行败露 痴呆男女 甘受渔蒙 失物今生好事 都由泪节涅根 时事可怜 莫能救度 若真正归根 依法办事 则守冷淡之家风 按平常之情理 不忘谋天机 不清言节运 韬光养晦 莫呆天心 尽力随缘 死而后己 思可则善之事已 旁正二字 关系最紧 为得正而辅之 物论财之大小 功之巨细 皆有可靠 皆能沾光 宗在龙华会中之人 若错辅旁门 虽有财是网用其财 虽有功是白送其功 即是尽孝 反畏不忠不孝 皆天命之故也 顺天者存 逆天者亡 可不畏乎 尊师传第十八 三教圣人 莫不有失 千古帝王 莫不有失 当此普度 有长道统之师尊 末后收缘亦 有伴礼收缘之祖师 不敬三师 是为妄恩 何能成道 尊敬师长者 敬其有道 就是年纪小于我 才学不及我 功名不如我 言辞不胜我 气象不高我 既然受开示之恩德 就要尊之敬之 若师之年纪大 才学高 功名有 言语气象 皆可佩服 则尊之敬之 更不代言 尊敬有几层讲法 一者要心诚意识 不可欺瞒于师 二者说话要谨慎 不可冲撞于师 三者礼貌要周到 不可轻慢于师 三者之外 更要听师交代 凡是遵命 不可为命 即有能办应办之事 受师交代之后 不辞劳苦 竭力去做 做之不到 也要尽心 自己或有过错 尊师劝戒 或犯规局 师则成 更要低声下气 受教改过 切莫暗动私心 旧事师长有差错之事 物责之处 亦不可生气争辩 久后自明 平时迎接师到 饮食需要清洁 供养需要诚恳 疾病需要小心服饰 功德迎钱 交与师手 不可起疑惑之心 其尊师之大者 替师开荒 替师办学 接引原人 铺张道场 尽忠尽孝 始终勤苦 作出尊师榜样 使人皆知尊师 则功大义 其次或奔走帮忙 或言语扶持 总要顾注道中大义 显得道中好处 皆尊师之事也 若遇封考 先要设法保全 或者师有大义之处 未免无过错 亦不妨于背后相劝 照规条上为晚见之 若练之不从 亦为自己护手其证 不照他行为可也 不得反面尸体 阳师之短 张己之长 为师的好歹 自有上天监察 上天查考 与你后学无干 亦只要你自己真好 师及坏了事 也连累不到与你 只管尊师到底 重道到底 神必济功 断不亏负 况记有师资 办了多年道场 开了多少元人 经了累次奉考 根基缘分 踪在你后学之上 未必真有坏事 致所谓坏事者 或出附会之说 或设一寺之间 多由于误传误听 为免受屈受冤 为后学者 正当缘情案例 替师设想一番 何得忘口悔屋 自献欺师之大罪 是思师先前度你之时 千言万语 苦心叮咛 恨不得一年半载 就把你带到天堂 我们后学 自出入门 依法行持 久之冤孽上身 渐渐生了一病 渐这懈怠 就把大道看清了 清道必然清失 清失必然欺失 现在男女欺失者 多归于堕落 有阴受则成 忍耐不住 动火而欺失者 有抢功夺果 说师心偏畏 辩心而欺失者 有贪弄钱财 骗收功德 媚己而欺失者 自性情高傲 脾气乖僻 仗势而欺失者 有心术诡诈 翻扯是非 脚口而欺失的 有丝谋不遂 暗身怨恨 捏固而欺失的 有稀图外赏 投他人而欺失的 有虚假哄诱 装模作样 而欺失的 有把持地方 招生妄度而欺失的 有受考招风 使身退毁而欺失的 层层涅障 素知不尽 何而言之 欺失及欺心 欺心则欺天 其所遭天谴者必已 凡在道男女 总要一心重道 一心尊师 听师言 依师行 靠的师尊 定然沾师的光 报的师的恩 目下群魔并出 纷纷扰乱 闹得世人心昏眼花 也不知谁真谁假 一时恍惚 动脚就错 经要自己用自己的智慧 判断其来力根由 才不致迷于前程 盖有真师 即有真根 即有真祖 而师之所靠者 正为真根真祖之故 依其祖必归其根 归其根 必遵其师 若不遵师 必无师以 无师即无根 无根即无祖 无祖不能还原反本 只有一桩不幸 师为冤孽所使 或信邪投摩 备了天命 灭了祖根 则断乎不可从也 能见者 立位见证 不能见者 总其自摩 切勿训其平时情面 将久生死大事要紧 只可随师上天堂 不可根施下地狱 若遇此等师父 无可奈何 则以仿上归根认祖 若是无路可仿 无信可通 则可闭门修己 依法而行 上天缘有照顾 久后亦能还原 切不可结魔党之源 信魔党之事 归统系第十九 凡是我们修道的人 都应该明白道迈的复尘 探寻根本 追求源头直到即使 循序渐进 尊师重道 不可跨越 也不可急躁进行 比如每个家庭至每个民族 都是有适世代代相互成习的系统 既不能跨越 也不能藐视 所以遵守家庭的规范及民族的律法 就叫做规规矩矩 遵守秩序 一切事情都能有条有理 而不会紊乱 然后才能期望每个家庭 及每个民族都能年年繁荣茂盛 在修心养性方面也是一样 而且更应该了解道统的根源及脉系 有些人本来已有自己的祖先 却舍根本而追求虚幻 不知道自己所归属的道统根源 而糊里糊涂追随旁道 圣儿灭清并毁谤其原属祖先 不仅如此 甚至连那些开导他们的点传师 影师 宝师反介绍 调度他们使之受益的诸位 前辈大德等都一概置之不理 视而不见 像这种人 就叫做忘本的人 忘本的人 焉能守得住足巧 所以认真的人 虽然每天动作不屑 但还是不成功 大多数的人 就是有这方面的缺陷 像庄子所说做捕鱼的竹器 围的就是要捕鱼 但是 当你捕到了鱼 你就认为这个竹器不重要了 曾经跌倒的人 因为有了教训 以后就不会跌倒了 然而 以为从此不再跌倒的人 却又忘掉曾经跌倒的教训 讲道的人就是要文明道义的真谛 然而 听道的人在听完道理后就摒弃讲道的老师 不去抓住根本而去追求虚幻 像这种人 很少有不失败的 即使草木之类植都需有扎实的根部 然后才能生长茂盛的枝干树叶 占开花朵结石井井 更何况修道 所以我们岂可不去了解我们的道统极脉系呢 虽然在我们的道场里 大部分的人都了解我们的道统极脉系 但是不明了的人也是不少啊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道是 天然古佛所传给我们的不二法门 所以凡事的文道义 而蒙受义处提升性的人 都必须遵守恩师的教会 恩师赐给我们的教导非常尊贵 永远都是我们的道统极脉系 修道的人 如果都能明了我们的道统极脉系 就一定能携手合作一同回归老的身边 归根故里 这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希望各位前贤大德共勉 赴龙华第二时 三股龙华之会 是人人可负的 本非难事 只要立志行持 尊崇道德 处己则先从人道着手 如是父母一笑 养体其心 顺从其志 而无丝毫道背 如是胸一涕 处处恭敬 欲是和睦 而无执拗之心 如是主人一忠实 处处敬己之心 不存狡猾 如交友 宜成性不可欺诈 如对常上 敬之以礼 不可吻乱而交亢 寻分依序 丧葬 祭祀 婚姻 交际无往 而不以礼节之 如带人以意 欲是何以事度 只需能明大意 不可欲是苛求 方何见意 永为之以 其他如连也 此也 更以讲求 灵才无狗的 灵难无狗免 有丧人格之事 切莫强行 如是可尊 崇巴德 数己人道 敬而天道 自何以 能和天道 而修道 自成 龙华可负 由虚艰辛 一致勇往直前 外功多赔 内功加紧 内外兼修 亦然有定手 湛然有定见 不逆意于事前 不犹疑于事后 不畏深色夺 不畏获利遥 不畏微武区 不畏富贵晚 不畏贫困组 如有财者 则舍财赔德 对于寄人利物之事 尽量畏之 不可作守财鲁 有利者 则尽利而畏 不可作物 内得则依法行持 逐日无见 日积月累公元果满 自有赴龙华之日 人人如此 人人可负 虽为空前绝后之举 恰意亦能贵之事也 为于不幸 弃于忘之 回善书图书馆 HTTP冒号双斜线 www.theLibrary.com 斜线Category 斜线Category Egory9斜线C910.htm 首页 首页 善书目录 善书影片 善歌 道之宗旨 联络我们 查询善书 简体 善书图书馆 总目录 善书 简而言之 就是劝人为善的书籍 善书 是一种教化人心的读物 流传于市井之中 本图书馆收藏各种宗教典籍 包含一贯道 佛教 道教 鸾塘和民间不同的荆棘 卷册 古代文化留存下来的荆棘 古书等 欢迎转载翻译流通 本图书馆之宗 指尽天地 李神明 孝父母 众师道 守信义 何相邻 爱国忠视 敦品崇礼 改恶向善喜 心敌律 借贾修真 达本还原 弘扬中华文化 克尊五轮八德 讲明四为刚常 化人心为善良 晚舍即为清平 即世界为大同 若对善书或佛经有任何疑问 请不令指教 我们有资深讲师 可供前贤大众解疑 本站资料 未经精确校定多有错漏 请转载利用者多加留意 最好先教对一次 道或人见得言 孝经 孝道 正见 善恶 伦与孟子 道 善道 散心 经 夺身 福星 新凉 城中 女界 规范 天书 速书 六人 丹道 折报 五轮 五常 天灯 北游记 辩道 陆记 宫 金群 真及鬼神 羽猎 女传宝 附法 的母精 训 妇道 谈因果 信 新名 寻宝 寂悟 新名 在锦袍 养真及莲花 胡 谈论 树 菜根 谈 劝戒 文 英福 经人 声 观 费 心 疾 念佛 歌 功过 歌 劝 诗 诗 悉生 金物 真 偏 观 影子 忠孝 告 政教 编 训 诗 文 魂 陈及胡 头 及敲 谣 歌 中 及戒 出真 戒 龟 真 刚 大仙 传 去植 精明 游记 群 真 及语 华 及十一 圣 因果 精 慈 瓶 道 统路 呂 祖传 仙 言 路 福寿 论 谈 真 路 黄 亭 经 绝 后 编 内修 篇 自戒 文 素 书 诸 女校 金 宗 进入 女伦 语 戒 子孙 名道 篇 孝 顺 歌 序 先传 列 先传 古神 偏 超 身 金 悟 道 路 素 蔡 谱 果 暴露 范 网 精化 性 弹性 礼 教 范 盛 敬